海上活動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海上活動 都是非常不錯的 包括如果你是喜歡潛水的 我們小鮮山旁邊都是可以玩的 還有可以去大鮮山看海區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海上活動 都是非常不錯的 包括如果你是喜歡潛水的 我們小鮮山旁邊都是可以玩的 還有可以去大鮮山看海區 這邊的海岸線比較適合游泳 東山海這邊是不適合游泳 所以雙海溫在這邊 拿了這邊的地 主要在這邊開發 所以這個位置比較適合我們來度假 或者自住為主 整個隔壁的隔壁就像一個大橫廳 廚房 然後餐桌和客廳的位置 一臘過來的 大橫廳 最漂亮的一線 沒錯 然後下面就是8點3公里的海岸線 還有今天很多人過來這邊 這邊我剛剛看月亮 因為剛好月亮在這個位置 月亮在這邊 所以整個單位我覺得性價比高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家Lily 我是喜家阿輝 今天和Lily來到雙越灣 位於我們惠州市的惠東 阿婆郭的位置 這個也不算阿婆郭 雙越灣的位置 平海鎮港口鎮這邊 然後今天和大家再看我們雙越灣的新盤 因為現在有一些單位 非常非常之便宜 就會對比我們之前的價格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重新引返我們這條片給大家 然後先說回我們現在的位置 很熱 今天天氣應該有35-6度的溫度 哇 浴頭很猛 剛剛這幾天下水了 阿輝君是不是想跳海 我現在我也想下去游泳 然後可以看到 因為今天是周末 其實現在的時間是3點 不過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如果晚一點 4-5點的時候 其實更加多人 因為現在的天氣剛6點 其實日子也是挺猛的 所以如果你是來海邊玩的話 講的朋友來海邊玩的話 其實可以在5點多 到6點多都是可以在海邊玩的 游泳水都是沒問題的 不過前提要做安全措施 有些都可以看到 外面很多的香蕉艇 包括快艇都有的 很多人都會在這邊玩 包括很多水上的 你看這些在飛的 都是可以去找的 價位都是100-200元左右 包括還有一些沙灘的摩托艇 沙灘的摩托艇 這些都是可以自己試試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海邊的 海上活動也是非常不錯的 包括如果是喜歡潛水的 我們小先生海邊都是可以玩的 還有可以去大先生看海區 整個海岸其實現在來玩 剛好當季 6-7-8月份 甚至9月份 10月份 現在天氣比較熱 都是可以來海邊玩的 就很適合度假 還有自己在這邊居住的環境 都是很不錯 帶小朋友來玩沙 非常之漂亮 沒錯 然後跟大家說回 因為今天是拍我們 雙月灣的這個三盤 就是拍我們這一棟 四旗的 四旗的一個D5棟 它現在是屬於一線體海的一個單位 有高樓層的低樓層的 現在的低樓層的價位非常便宜 有些單位可能就是70多萬就可以上會了 總價 可能是跟我們比二手更便宜 可能都有 真面看海呢 55萬就可以上會了 55萬這個價位 多便宜 如果你是看之前的片 其實都看到 其實有些價位是會高一點的 甚至乎一些一手看去的 和我們現在的二手看去的 和我們現在的一手看去的 其實價位差不多多少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看海邊的 在這單位的 可以再來回顧一下我們這條片 那我們就和Lily先去我們壽樓部 再和大家介紹我們這個項目的概況 我們等一見 OK 今下我和Lily 現在來到我們壽樓部的位置 整個壽樓部是在海邊這邊的 之前應該都拍過的 整個海岸線8.3公里 一直都是白色的 這邊的山是很幼的 那些小沙尼的 和隔壁那邊見到 這個位置是我們過節時會放煙花 煙花台這個位置 和外面都見到很多人 在這裏玩些衝浪的 包括一些磨塗艇之類的 因為今天的天氣非常之不錯 三十多度 陽光很猛的 然後和大家說一聲 那邊整個就是我們大山山 然後對面的小山山的位置 如果喜歡潛水 這邊的位置就適合大家 然後上面一點 那邊就是我們港口鎮 然後說到裡面的位置 先帶大家看我們這個區位和一個沙盤 因為這個項目之前我們拍了很多次 二手又有 一手都有 然後整個交通和大家先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屬於內海的位置 南海的位置 屬於這個湘越灣片區 然後先看這邊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位於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這個湘越灣 然後說說大家過來的 香港那邊過來的 大區的動線 主要就是我們衛東南站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在這邊西九龍那邊 搭我們這個高鐵過來的話 大概時間就一個半小時左右 飛隔是110元上上落落 整個飛隔是11個半小時 然後衛東站到我們項目這個位置 大概有30分鐘左右的一個時間就可以了 這邊你可以搭一個 我們這個大巴 到我們這個平海鎮這個位置 都是OK的 還有你也可以打一部的士過來 或者叫我的的順風車都可以 順風車便便宜一點 二三十元左右都OK的 如果你是打一部正常的其他車的話 可能就五十多元左右 都是可以到我們這個位置 大概進來就30分鐘左右 以及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自己開車 如果你是自己開車可以走我們這個 花海大橋這個海灣大橋 從這邊衛心的一個沿海高速 號稱我們中國最美的一個高速路 這邊一路走過來 從我們軍口連塘那邊過來的話 一路走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轉到一個廣跪高速 經過我們海灣大橋 然後走我們這條 二一三的軟道 這條軟道是我們新修的 非常之通常 雙向四車道的 一路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整個車程大概都是一粒半小時左右 如果自己開車的話 以及我們後期都是有 我港口鎮這邊都是有一個 海上的一個航線的 因為現在開的是一個貨運 後期它會開一個叫做黑運的 四十六海里左右的一個路程 好像是到維多利亞港那邊 如果後期開了就更加之方便了 坐我們這個郵輪那邊 或者是坐客艇就可以過我們香港那邊 都是比較方便的 整個是凍線 就可以按照這樣的來 或者你也可以坐關口那邊 坐個大巴 都是可以直接到我們平海鎮這邊的 然後平台鎮製進來我們小區 都是非常方便 平海鎮這邊如果你是坐我們大巴 這個價位是40-50元左右 這個價位都不算很貴 講回我們項目這邊住是由穩為主 這邊是屬於南海線 這邊是東海 雙月灣就是靠這兩邊 左右邊 然後東山海這邊是屬於外海 水會比較深一點 還有沙灘就沒有那麼漂亮 沙就粗一點 沒有這邊這些沙那麼有 這邊的海岸線就比較適合游水 所以東山海這邊就不太適合游水 所以這邊我們在 雙月灣在這邊 拿了這邊的地 主要在這邊開發 所以這個位置是比較適合我們來度假 或者自住為主 然後說回周圍的配套 隔離就是我們平海鎮 已經是有五百多年的歷史 平海股城 包括一個榜山股市的風景區 這邊都是有的 還有這些土豆基地 荔枝基地都是有的 荔枝如果今年就差一點 雨水比較多 如果平時的泥灣 其實之前的荔枝是非常之便宜的 這個位置 後來以後都是可以來玩的 然後下面的小姐到港口鎮 港口鎮屬於這邊比較大的一個鎮 鎮上沿頭大約有10萬左右 拔到10萬左右 然後這邊有一個觀景台 雙月灣觀景台 山上就可以看整個雙月灣的景點 非常之美的 如果你是小紅書 或者其他地方應該都見過同樣的圖片 可以看整個雙月灣的景點 可以看整個雙月灣的景點 是非常之不錯的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大星山 大星山這邊就是一個國家級的海龜保護基地 是海龜的 如果你想要一些生體自然的動物 都是可以過來 門票三十塊就可以去到 還有這邊有泡台山 都是可以走開逛的 以及這邊有小星山 如果你喜歡潛水的 這個位置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 這邊好像100多塊 是,100塊左右 100塊左右 這邊就可以去嘗試潛水的 包括這邊的還有很多的 遊玩 包括我們的一些 遊艇會 上面一點點 這個位置 有個遊艇會 如果你是有這方面的運用 其實也是可以的 包括我們這個位置 都是有一個滑翔省的基地 都是可以來這邊位,都是很近的 整個位置就屬於我們這個整個海岸線 最方便,配合最成熟的一區來的了 整個海岸線8.3公里 我們基本上是享受到這邊的海岸線 差不多一半的一個距離 然後看看項目這邊 整個項目的佔地有差不多幾萬 整個,然後我們現在賣的其實是四期 說回我們現在的位置 在這邊這個位置,我們這個售納部位置 這邊是我們後期搭的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我們一期了 說回我們周圍的配套先 一期這邊就是我們這個商業街 像肯德基、真功夫、華倫萬加的超市 其實這邊全部都有的 然後包括我們這個三期 二期三期這個位置 下面的碟碎全部都已經開了我們的商店 雖然它是可以住的,不過它是相住一體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些民宿 包括可以做一些親飲 以及一些小賣步之類 都是有的,基本上全部都已經開了 這邊的位置 所以你基本上在這邊住的話 商業街全部都是齊的 然後說回我們這邊的話 商業街 商業街前面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這個煙花台 然後前面這塊就是我們這個 8.3公里的一個海岸線 整個沙灘是白色的 這些是屬於白沙 非常非常之幼的一種沙 然後說回我們現在賣的一個位置 現在我們賣的是我們這個四期的D5棟的一個位置 它是一個80個積的,兩個套間的一個單位 有正面看海的 還有兩邊側面看海的 其實這兩邊側面看海都挺不錯的 可以看到我們內海和外海的 兩邊海都可以看到的 價位就會有一點點差別 然後整個四期它是有一個教育基地在後面 就是一個大學在這邊 還有整個四期才有五棟 現在賣的是我們五棟的一個位置 整個位置現在是最美的一個位置 就是面看海的一線海的無敵 那我們這個的話就是 蜜月費是三元七個 三元七一個蜜館這塊 然後停車費是180元的 整個沙灘呢 其實我們之前都拍了很多次的 如果大家想更加詳細的 也可以看到我們以前的影片 都會有更加詳細的介紹 我們今天重新再拍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們是不了解的 可以再看以前的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在我們平均上問的 還有現在的單位就是越來越少了 現在那個漂亮的單位 基本上是快賣了 越來越稀奇 因為我們這陣子的一個 港人朋友很多都來這邊投資 不單止投資 自己買來住到家 玩到家 因為這陣子的天氣都很好 沒錯 現在說回這麼多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一個 我們的示範單位 演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在賣的實質單位的流程 的景觀是怎樣的 等下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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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套房这个单位 全部送给装修 它的格局和我们之前一二三期 很多都是一样的 两个套房 入面的位置是示范单位做了 冰箱位和整个柜 洗衣机位做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这样设计也是ok的 然后有交付标准的大门 都是密码锁的 泊卡密码锁全部都一看 后期都不用整个门 做得非常不错 由最入到里面的走廊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景 哇 整个厅的格局就像一个大横厅的 厨房 餐桌和客厅的位置 一辣过来的 然后看外面 整个镜可以说是无敌的一线海镜 因为我们现在买的D5栋 是最外面的 所以它的镜是最好的 最美的一线海镜 没错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8.3公里的海岸 还有今天很多人过来 今天是周末 然后说回那个位置 这边是我们大山山的位置 海龟岛的 都说了很多次 然后再往那边的一个位置 这边就是我们港口镇 然后居住在我们这边 最多的一个镇口 还有那边就是我们一二三旗的一个峰位 在这边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在我们两个镇的正中间这个位置 两边都可以去得到 整个配套都是非常成熟的 还有如果你是喜欢玩这些水上活动的 那些快艇 游艇会之类都可以在下面玩一下 今天天气非常之好 临天白昏 很多人在下面这边玩沙 如果你是玩这些摩托艇这边 好像一百多元就可以了 可以在海边这边玩一下 都可以 还有那些冲浪艇 整个大阶在这边玩 其实挺舒服的 因为整个海岸线的浪不是很大 都是小一点白头浪 不是很大 然后再说回我们里面的格局 看回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位 他就做了一个梳法位 还有我们一个电视的位置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 这样的设计也是OK的 整个格局其实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是四米闊左右 三米多 整个幅度是OK的 坐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海景 非常之美 以及整个厅很长 这边到我们后面的位置 应该都有八米左右 这个深度 是八米左右 非常之不错 然后看回这边 看回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餐桌的位置 可以放一桌 一桌四人椅 或者六人椅 都OK的 空间是足够的 看自己怎样设计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还有跟大家说回 我们这边是整个 湘元湾这边是通天然气的一个单位 就只有我们一个四期才有的 所以它是可以用到路头的 不过示范单位就还没做 不过自己是可以做回的 用电视路也是OK的 然后这边做回一个轨体 七桌烟机这边都是自己旧的 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做一个小小的 幽型的吧台 洗手台的位置 然后看回我们里面的内拢 一间房 第一间房 其实这边两间房 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做一个大套间 一个位置 整个房间是放了 两个厨头柜 如果是自己设计 这边做一个衣柜位置 自己住的话 就适合很多了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套间厕所 整个厕所空间也是足够的 都是配套式的 洗澡房的位置 自己做回一个拉链位 座次 还有我们这边 全部搞好 这些是我们的标配 还有可以在这边看看 我们外面的一个景 如果你是朝起床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整面的海 整个景观其实非常之不错 一起床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整个地板 都是用木质的瓷砖来的 然后再看看我们第二间房 也是一套房 其实这个房子好像大一点 好像会大一点 然后这边是放了一张两米左右的床 两个床头柜 这边放回衣柜位置 也是OK的 然后这边的海景也是很无敌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确实是好的 D5栋 最后我们四旗的位置 外面的都是一线海景 然后看看我们最后的一个厕所位 里面也是有一个套间的 嗯 它做了一个金色分离 好奇我自己加回这里 做个图纹也可以的 那佐治外 还有洗手盆都是一样 两边都是一个套间设计的 那这个房子就是一个主人房 因为比较大一点 视野都非常漂亮 OK 还有大家先说一下 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 其实这两面墙都可以 拨了它 自己再改 自己再设计一个内拢格局 也是OK的 因为我们旁边的那个 好像是设计成一个三房的单位 所以如果是自己设计的话 可以自己改它 因为它里面这些墙 大部分都可以拨了它 然后这个单位 其实今天重新引起这条片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一些价位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很便宜的单位 现在最便宜的价位 可以做到79万多到85万的价位 这个总价 对比我们之前的话 有些单位是要90多的 还有些差不多8万的 这些是一线海景 我们现在报的就是一线海景 79万8千左右到85万 这个价位 体肤流程一个高低 反正最低的价位 就是79万起的价位 还有它也是可以看到海的 都是在这边 一线海景 正面海的单位 所以非常非常之低 还有我们还有側面看海的 两边一个东向一个西向的 都有两个单位 还有你现在首期去 2万就可以上会了 是 2万元就可以上会 然后月供底是多少 3,400到4,000左右 所以整个单位很便宜 2万多元 3千多元的一个月供就可以了 所以整个单位来说 其实它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2万元上会 3千多元一个月供 很划算 在这边一线海的单位 然后我们今天是拍两个单位 现在我们再去看我们第二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是我们側面看海的 其实它就可以看两边的海 就是看我们内海 和我们这边的小小 一个一线海景 因为它是两边的 这个单位 这边是属于一个西 西边套 然后进来都是側面套 它做了一个设计 是,它做了一些设计 如果是自己对的话 也可以这样的设计 入门这边都是做我们的 雪柜 还有洗衣机的位置 做一个柜 如果是自己做 做一个柜 也可以的 然后先看看厅 厅 厅其实都是一个横厅的设计 一条一纳过来的 跟我们刚才看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开根也是一样 3米多 4米左右 然后长度也是8米的一个长度 都是一样的设计 不过它这边是梳法对着这边 因为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 因为这个景色 其实都是非常OK的 这个景色 其实就看到我们前面 1,2,3期的整个海岸 还有我们前面这个位置 是我们的一个烟花 专门打烟花的地方 如果你直接过来的话 就这边可以看得到 只在这边坐着 就可以看着人家放烟花了 还有这边特别的地方 就是晚上这里是星光点点的 非常之美 整个灯的一个景观 包括其他东西都做得非常之好 然后整个店 对着这边 这边摆个电视柜 如果在这边摆个电视柜 都可以 不过有一些邪邪的 其实有一种推荐给大家 就是在这边做个木布 这边升下来的木布 就可以在这边坐着 这边看电影 投影的东西在这里看 也是OK的 现在和大家说 这些门全部都是立即开的 可以一路开 可以开得很大很大的 整个枪打开 可以全部打开 然后再说这边 就是我们的餐桌位 一桌四人椅 六人椅都没问题 看自己的要求 是否有那么多人 二合一那些都是用得到的 再看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厨房间 其实跟我们刚才的厨房间差不多 一个优字形的 都是可以做到一个通天然气的 发展中还没做 不过如果自己住的话 可以做一个天然气的 是OK的 然后再看里面的这个铝楼 都是套间设计 是 第一间房间 其实它是一个套间 因为这个位置 它就做了一个主人房 因为隔离两个房间 原本也是一样的隔壁 80个房间它做了一个三房的 两个厨房间 又可以来这边看看我们的外面 这个景 这个景都是非常之好 虽然它是側面看它 不过它整个景其实很漂亮 整个海岸线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側面在这个海岸线 这个位置 所以说如果你是起床 一样可以看到 这么美的风景 而且因为它也是一个套厕 整个厕所和我们刚才的隔壁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这个宽度也是一样的 以及我们装修的标准 全部都配到很小给大家的 镜柜 还有洗手台之类的 都是ok的 这边原本是一个套间设计的 已经隔了两个房间 我们可以这样改都可以的 这里是做一个小小的BB房 放了一张一米二的大床 这里的书桌位都是做的 那旁边也是有一套房间的 先看看厕所 这个厕所其实 各尺寸也是一样的 不过它就做了公共性的一个卫生间 都是有洗凉的这个地方 算是比较阔落的 然后里面这间房 都和我们第二间房 其实尺寸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它多了书桌位 如果你是不用书桌位 自己做一个衣卫都ok 然后这边开道窗 就和我们客厅一起 因为这边是 只得一个地方有彩缸的 就有小小的一个区别了 然后看我们外面这个位置 其实这几个房 其实说到底 开道窗 其实看外面都可以见到海 其实这个侧面也ok的 还有这个价位是便宜很多的 现在最便宜的侧面 侧面看海的总价 是去到55万到65万 还有月供也很便宜 而且月供也很便宜 2400到3000左右的月供 都是2万元就可以上回 如果这样来说 这个单位最便宜 55万 刚才说79万 整个价格差24万 整个价格差很多 如果你是这样来说 其实这个性价比非常之高 越供多少 3千左右 3千左右 都是差不多 欠个几百元 看自己是否是喜欢这样的 这个格格 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挺不错 内海和外海都见得到 那边都可以看到 前面我们旁边有一小小一栋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遮挡 因为楼近它够阔 整个四期佔你14万 不过它才建了5栋高层 其他都是跌税 所以整个单位其实彩岗非常之好 就是朝向偏一个西南向的 可以看日落 这边我刚刚看日落 因为刚刚好 日落就是在这个位置 日落刚好在这边 所以整个单位 其实我觉得性价比高的 这个单位 对比刚才那个 都OK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单位 是在东边套的 东边套的景色就没有那么漂亮 看到的海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那个价格还会便宜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你是喜欢便宜一点 都可以见到海 其实我们东边套 其实都可以参与客 是 或者你可以亲身离动我们这边 结体一下我们实体的单位 都OK 因为我们这几个单位 之前都拍了很多次 不过都是说回 如果你是喜欢这个单位 我觉得性价比是高的 是 都说了这么多 不如我们现在去下面 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给大家 好大家见 好了今期的节目 再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现在其实 之前也拍了很多次 我们商业湾 因为这边的海边的资源好 所以我们就来很多次 都拍了很多次 二手盘也好 我们新盘也好 因为现在的价位 其实 有便宜的 都是有好损的 商业湾现在是在整个海岸村 商业湾这边 晚方这个楼盘 现在是在最火的 而且我们现在的灯位 是现房这个状态 还有 刚才还没和大家说的 就是有一点 它是有一个酒店托管的 它是有四个点的 按照你一个总价的价位来算的 如果你是四个点 如果你的楼是 你每个月的收益 就有差不多是3200元 所以这个整个收益 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你后期自己住 又可以 如果你是不自己住 做酒店托管 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收益成本 非常非常之高 如果是这样 你算的话 因为它是1300到5年的 如果你这样算的话 可能你一年 就三万多元 两年的话 就成十几万 五年的话 十几万 所以价位就很耐用 而且这个单位 现在最主要便宜 特别是我们西面 侧面海那边 是两面海的位置 真的便宜 五十几万一个价位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景观 如果放回我们三期二期 那边的话 整个价位 就算它是一个二手单位 可能整个价位 都会比我们现在这套会高 以及呢 我们现在这个四期 它是我们一二三 四期入面 那个质数最高的 是用一个人面识别 进入我们大门的一个系统 所以它整个体验 都是不一样的 都说得这么多 其实 项目缺点呢 是有的 不过优点多个缺点 我自己觉得的话 因为这边是适合来玩的 来度假 来养生 养老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是喜欢我们这个 楼本画 可以再来我们这边看过 之前看过的也好 现在还没看过 都好 都可以再来我们这边 或者看完我这条片 如果是觉得有感觉 都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视频上面 是有两个码 一个WeChat 一个Whatshack 都是可以联系到我们 包括我们评论下 都是有链接的 可以拿到一手的资料 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天都有车 拍的关口 还有呢 我们现在是送了家电 或者是家具给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 立即联系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om 6 7 40 4 5 3 5 2 5 5 4 6